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在一個長寬高 接尾A的正方形核中運動的指點 它的質量是M 然後形成鑄波 質量是M 一個指點在裡面的話 質量是M 在裡面形成鑄波 而其能量不逐漸消失 那麼它的能接尾核 那我們想著說 這個指點 它在裡面能量就只有動能 我們假設它這個 這個牆壁是不可穿透的 那一個指點在裡面跑的話 它的總能量就只有動能 這個動能是等於 2M分之P0 那這P的話可以形成多少呢 2M分之1 這是PS0 加上PY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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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 事實上真正的話 我們是要解什麼呢 解那個 解那個波函數 解那個波函數的話 這個波函數 我們可以用那個分離係數 本來應該是這樣寫 用分離的話 這個可以分離成什麼呢 YX 加上PY 然後這個是YZ 基於那個邊界條件 將來的話 你們念大學以後 念研究所以後 你們要解那個什麼呢 解那個溫方程 解溫方程的話 它有一個方法 這個分離係數 然後給你邊界條件 邊界條件的話 在這個題目的話 邊界條件的話 是要求什麼呢 要求這個方程式 就是說這個波 這個波呢 要在什麼 邊界上消失 邊界上消失的話呢 這個波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分離成Y YXYY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看成什麼呢 看成這個什麼 這個波的話 在X方向的 在X方向的話 形成駐波 那X方向形成駐波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邊長是A 那邊長是A的話 那形成駐波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是A 是等於半個波長的 半個波長 就是LINTA1 半個波長的那個 整駐杯 我們叫A1 LINTA1 然後呢 這個 LINTA1的話 LINTA1的話 或者說P1 P1 P1 P1就是PX LINTA1 在X方向形成駐波 LINTA1 就等於LINTA1 等於H 除以LINTA1 LINTA1 那LINTA1的話 這樣就等於LINTA1 這個LINTA1分之1 這個等於2A分之N1 LINTA1 所以這個LIN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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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LINTA1 2A分之N1 這樣子 同樣道理 這個PY 等於H除以LINTA2 LIN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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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分之 n1 h 平方 加 2a 分之 n2 h 平方 加上 n3 h 除以 2a 平方 解這種題目的話,你會覺得很奇怪 不過就是這樣解 一個概念 物質也是一種波 物質可以看成是粒子 它有粒子性也有波動性 有波動性的話,它在盒子裡面 它形成鑄波 那就可以滿足這樣的表現 這是4a 平方 把它移過來的話,這個就是8m a 平方 然後h 平方抽出來 那這邊n1 平方 加上 n2 平方 加上 n3 平方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多少呢? 應該要選C C的話就是這個答案 應該要選C 你可以選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